柯文哲水军真的大舉出動了 各位發現了沒有 我找到了一個證據 找到一個證據 什麼叫水军 今天早上起來 我就看了小君 昨天訪問柯文哲那一集 我早上十點多看的時候 他的點閱率是八萬 八萬的點閱率 按讚的是兩千多 但是你知道留言有多少 留言有七千多 留言比點讚的還要多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正常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們正常是這樣 正常是大概 點讚的跟留言的 會有大概五倍到十倍的差距 也就是說你如果有一千個 按讚的 你有五百個 你有五十個到一百個 留言就已經很多了 但是他居然 居然點讚兩千多 留言七千 這個我都給他截圖下來了 這個就是證據 這個就是證據 表示這些水君只是來留言 只是來帶風向 他並沒有去 不一定有看內容 所以他連按讚都沒有 這不太奇怪了嗎 你來看小君的節目不是因為你喜歡 所以你沒有點讚嘛 但是你留那麼多眼幹嘛 這不就來帶風向的嗎 水君大舉出動 大舉出動 而我覺得他的水君 現在共產黨的水君 水平增加很多 各位真的要警覺 很多人說那個就是藍白的水君 台灣的台灣年輕人 沒有那麼執著 台灣年輕人對政治沒有狂熱到這種程度 是吧我們一般就算我們一般人啊 喜歡一個政治人物也是說啊 是啊是啊我喜歡他 然後他我投票的時候我就投給他 很少會去這樣追著每個節目 追著每一個節目然後去幫他留言 大量的留言不是少量的 這個是因為這個數字太離譜 各位這個數字太太太離譜 哪有那個留言數比點讚數多了四倍多的 多三倍四倍不可從來沒有發生 你看你去看每一個節目 每一個節目 留言數有點讚數的十分之一 就很厲害了就很厲害 就算跟觀眾的互動很強 是吧 所以說這個是問題 而且你看那個互動基本就是 就是捧柯文哲的嘛 荒腔走板的整個訪問 他們還覺得說小君訪問得不好啊 什麼小君被什麼被柯文哲完敗 我都不知道他從哪裡看出來了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問題 大概我們可以確定 我們以前都在說水君水君嘛 好像我們在污衊人家 事實上 事實上這個就是水君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水君 可以 各位可以把這個說法留下來 以後如果有人跟你談這個 你跟他講這個就是證據 這個就是證據 所以也就是說水君不會落地的 落不了地 他怎麼會選得上呢 是吧 柯文哲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他實際的支持率 我相信不會超過20 不會超過20% 那些都是都是碰轟的 會小轟的 會小轟的 那如果郭台 郭台銘到今天的動作沒有 並沒有放棄 各位 郭台銘可是沒有放棄的 那其實郭台銘如果出來 他如果沒有辦法去換掉 侯友宜 而是西卡都的話 這一場選戰 我們賴清德先生 真的天上掉下來的禮物